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麻煩請內政部的 現在部長不在吧 部長沒啦 就是那個常務次長到 那是林次長嗎 是 我們是不是請林次長 請那個林次長 江委員好 市長好 今天內政部在立法院裡面好像好幾個委員會 都有請內政部的官員備詢 或者是審查其他的法案 不過我要問的 我不曉得是不是你主管的業務 關於警察的 就是審計部裡面的決算有提到 到民國一百年為止 全國的警察機關的限職人數 這部分你清楚嗎 報告委員我有看到資料 那事實上我們警政署的話 也有擬定我們會同 這個考選部這邊也有擬定一些 就是加強就是包括受訓的人數 包括考試增加的人數 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照理講不管你有沒有主管 你應該都知道 這是因為警察是規內政部主管 到底我們現在缺額多少 我們現在應該要補的警察的人數是多少 有沒有一個數字 你們了不了解 我們現在到底缺多少 要補到多少我們的治安 警察的負擔 才可以達到一個合理的狀況 報告委員我們目前的缺額是五千五百六十二人 五千五百六十二人 我這邊的數字我算起來是四千八百多人 但是我再給你提供另外一個計算方法 請問一下我們縣市而併之後五都了嘛 馬上又六都了嘛 那你不同的這個直轄室的標準是什麼 直轄室它升格以後你們菌原人數是不是要增加 是但是因為直轄室升格改制 有關它的原額的禁用也是要逐年來增加的 逐年嘛 我不管是不是逐年 但是你整個的額度是不是會因為直轄室升格的關係 它要增加是不是 報告委員因為現在桃園縣本來就已經是準直轄室 所以它準直轄室它有一些原額的計算的話 其實上次跟直轄室是相同的 因為如果你剛剛講是缺額五千多人嘛 但是如果我們依照地方警察機關 它原額的配置的基準 我們以這些改制為直轄室之後 來重新計算的話 它的缺額是一萬多人耶 而不是四千多人耶 報告委員因為它有我們所謂的編制原額跟預算原額 我說的是編制原額的部分 照理講你是不是還缺一萬 起碼一萬四千人吧 如果照我們升格以後 我們目前的策略上的話 是先希望能夠補足這些預算原額 那預算原額補足了以後 我們再能夠再下一步再提高到它的這個 市長我要問的是說到底你們標準在哪裡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說你含幾個就幾個啊 到底你們現在用的標準是說你預算原額這部分就夠了呢 還是說要編編的原額那部分才真的能夠消減你警力的負擔 然後達到我們治安的要求 這個是你們要去評估的喔 不要一下子拿我缺四千人或五千人 那接下來可能我又說我缺一萬多人 到底標準在哪裡 不然我們這個預算或者決算我們怎麼樣去審查 然後到時候說治安出狀況了 是不是又會怪罪於說是警力不足 搞不好警力已經足了啊 是因為執行狀況不佳啊 還是因為其他方面需要需要配合啊 法律面啊法治面啊等等的 所以我剛剛問一個簡單的問題 到底現在缺多少警察員了 我們的治安狀況可以改善 我們警力的負擔可以達到一個合理化的狀態 包括委員我們的警察的員額的配置的話呢 他會按照轄區的人口面積 而且包括他的犯罪啊 或者等等的相關的因素去計算 所以市長我回到剛剛你答的啦 是不是缺五千多人 這五千多人補足了以後 我們的警力應該就是OK的 只要我們中華民國的人口沒有再增加 或者維持差不多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的五度也沒有變化 是不是我們的原額就是這樣子 呃這個部分報告委員 因為整個社會的狀況是在隨時在變動的 那有時候可能會因為經濟 因為各種因素會影響到一些自然的狀況 所以我們是隨時在做檢討 有關於我們的配置的標準 對不對你總是有一個平均的一個需求的數目在哪裡 你去考量你治安的需求 到底需要多少人力來搭配 除非有特殊的狀況 因為你增加了什麼樣子任務的大規模任務的需求 所以你需要去搭配你的警力嘛 否則照理講你們應該很清楚你們需要多少警力 然後現在需要補多少警力 我之所以問這個問題 就是接下來我要問的 警察過勞時的問題 我們之前在內政委員會也通過 也通過那個決議 希望你們定出標準 那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說去補那個人力的問題之外 很重要的是 什麼樣的情況底下 警察他的工作負擔 可以平均 而不是說有些地方 真的是啊 炒到沒賣不去啦 有些地方是涼涼沒事 我要問的是這個 所以我才問你說 到底我們需求是多少 是補了這些以後 這個狀況就可以改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關於我剛剛提的 那個過勞的問題 你們現在處理的狀況到哪裡了 呃 包括委員 我們目前 真的我們跟考選部這邊的規劃 是在104年能夠補足了 先補足這些預算員額 那至於 委員關心的 有關警察的 勤務的調整的問題的話 這個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的話 我沒有時間 你給我書面的回答 好 但是我 我希望內政部你們 你們 是不是能夠很明確的 告訴大家 你們缺多少警察的員 好 不要變來變去 因為我這邊數字 依照 如果依照 審計部的決算 你們是缺4800人左右 但是你剛剛跟我講 5000多人 所以這個數字一直變來變去的 好 這是 這是關於第一個 關於警察的問題 第二個我再請教一下 市長 關於 也是審計部報告裡面 花了很大的篇幅 在檢討 各級政府已經徵收取得的 142萬餘平方公尺的公共設施用地 使用期限借買 器位 依核准 新辦事業 或徵收計畫使用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有些啊 給人家拖三十幾年 你花了錢去徵收三十幾年 都沒有做任何的使用 這已經明顯浪費公帑 還有 這還未包括那一些 給人家劃定說 我要做公共設施 然後不徵收的 花了二十年 沒有任何的動靜 啊 我在十月三十號的內政委員會 審預算的時候 我們也通過一個主決議啊 要求內政部三個月裡面 去查清楚 全國受都市計畫限制的土地數量 並研議處理的措施 來督促各地方政府 對久未受利用的土地給予結編 市長這你同意嗎 同意 這個我們都通過決議的喔 三個月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啦 我不曉得你們未來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們從九十年開始 就有訂定一個 就是檢討這些公共設施保留地 沒有徵收的 那有我們的方案裡頭 其實有幾個方法 一個地方政府 如果他要切實檢討 如果他是不需要用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他就要修改都市計畫 把他那個變更他的 那為什麼都沒有做啊 有 我們其實逐年有請他們報成果 其實 我覺得內政部你要強硬一點 你要強硬一點 你應該要有一些懲罰的措施出來 否則人民的財產被強制徵收了 結果徵收去沒有做使用 第二個 不止不徵收 把你劃下來 說這塊地我要做公共用地使用 然後你也不能買賣 然後你也不做使用 就算有土地在那邊荒廢 好多啊 然後另外一邊又說我要活化國有土地 這個自打嘴巴啊 報告委員我們有幾個方法 那第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修改了我們的相關的規定 讓這些土地他是可以做暫時的使用 讓地主可以做使用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有幾個方式 一個是檢討都市計畫 一個我們希望也能夠有公私有土地的交換 內政部啊 我們通過決議嘛 從那時候算你三個月 你們必須清查全國所有這種狀況的資料出來 而且要要求中央或者地方政府 他們去做相關的措施 就好像你剛剛講的這一些 因為你有規定 可是他不執行啊 這些地方不執行啊 還有針對審計部所提出來 這142萬平方公尺的土地 我覺得優先活化吧 我們一直在講 我要活化骨油土地 這個都是你花錢去徵收民間的土地喔 結果不做使用 浪費公堂 對不對 難道是要炒地皮嗎 現在二十年前十年前給人家買下來 現在再來出售嗎 不對吧 政府不應該做這種事情吧 報告委員 如果說超過使用年限計畫年限 民眾是可以買回 就是以當時的可以來買回 問題他那個使用的價值啊 他當初可能本來可以做其他目的使用的 因為你政府徵收給人家佔用 而不用 那這個政府要不要受罰 我們有督促希望地方 對這些虛用 就是這些 土地的虛用機關的話確實檢討 如果不需要的話變更都市計畫 然後撤銷 把這個徵收 撤銷 你剛剛講啊 這個變更都市計畫 撤銷等等 曠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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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曠 都幾十年都沒有變啊 然後這些徵收了 徵收放在那裡 養蚊子啊 是不是優先考慮這些先救活化 第二個啊 這些土地的適用 能不能請內政部定出一個有效率的規範 要求各中央跟地方機關 針對你跟人家徵收的 或者跟人家劃定 而沒有徵收的這些土地啊 到一定年限你沒有用 你就應該 不管是歸還 還是怎麼樣 或者是解編 甚至啊 你當初既然決定要給人家劃設 也徵收了 你沒有做使用要檢討 這個一定要檢討 或者的話 等於拿人民的錢 隨便去買民眾的土地 民眾被你強制徵收也好 或者跟你用協議的也好 我覺得那個對土地的使用來講 對人民財產的保障來講 都是一種傷害啦 是 好 謝謝 我們會加強來辦理 謝謝 好 謝謝建委員 接著請西林委員執行